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今天的记者会是由罗副罗副长还有我一起主持 那我们今天的确定病例本土病例有25223例 境外入有87例 另外死亡个人是114人 另外是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前天的记者会 有这个媒体有询问关于这个BA.2.3.7 那这边先致歉 当时我是把它误听为 就是说是询问BA.2.75 那是一个最近媒体也在热议的关于说在印度 以及最近在日本还有韩国等等地方都有验到 就是说有这个新的最新的这个变异株 BA.2.75 所以那时候有回答说国内不管本土跟境外 都还没有检出 不过后来回听这个整个过程应该还是记者 只要询问的是关于BA.2.3.7 所以我花一点时间整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 资料在这边用这个手板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那简单说就是BA.2.3.7 就是我们这一波本土疫情从4月以来 最主要的一个病毒株 那我们先前都会用BA.2 或是BA.2.3 这种比较数字小数点少的方式来跟大家做说明 主要是因为这一个2.3.7 它是一个在6月4号才新增 增列的一个国际上通用的一个BA.2.3的细分支 那特别就是针对说带有这一个特征位点的 这个 图变的BA.2.3 把它重新定义命名叫做BA.2.3.7 那从国际的资料库来看的话 这个虽然我们目前是台湾的主流株 不过在先前最早并不是我们台湾给验出来的 最早是在马来西亚2月27号的时候就已经有验到 这一个细分支 那另外在日本的话3月28号就已经有裁监检出 前的时候是从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个案所验到 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回溯我们先前的一些定序的 资料可以发现说最早的这个可以再重新分为2.3.7的 这个个案是案21070是一个越南境外入的一个小朋友 他在3月8号的时候从越南入境落地采检阳性 那这个个案是我们最早已经验出可以重新 分为2.3.7的这个个案 那后续事实上呢 虽然说不完全一样 但是带有这个特征突变的会分为2.3.7的 这个群聚 事实上主要就是这三个基隆小吃店的群聚 大潭电厂的群聚还有台中婚宴的群聚 他们的序列彼此没有完全一致 不过大概就是都可以再重新分为2.3.7 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目前国内的本土疫情 也大概90%以上的定序结果都是属于这个 BA.2.3.7 那分别就是这基隆大潭台中的几个群聚的序列 到目前来讲都还可以从我们的本土个案当中 来验到所以这个目前来讲确实是我们国内 本土的这个主流的病毒株 那包括说我们先前有提过说儿童的重症 我们有做了一些定序的结果 也绝大多数都是这个BA.2.3.7 没有错 那只是说他是不是可能跟国内有些医师 担心就是说是不是他比较容易导致脑炎 或比较容易导致重症这个部分 目前是还没有相关的一些研究可以来 佐证 那我们当然这个病毒我们已经有就是 分让给像中研院 国卫院等等这些国内的 研究机构 来从事一些相关的研究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 儿童重症的这个收案的团队他们也目前正在进行 一些收案的过程 所以希望后续会有比较针对不管是病毒本身 或是针对先前所担心的一些华人遺传体质 这个部分 针对儿童脑炎或者是密指示的部分 我们能够在后续的研究会再有一些更明确的 一个结果 不过另外是说我们如果回想起来就是香港 那个时候是最早有出现所有儿童脑炎的 这个疫情的地区 那香港的疫情在2月3月那时候爆发的时候 他们的主流病毒株呢 是BA.2.2 也不是这个BA.2.3.7 所以呢 目前来讲并不是说我们跟香港 有同样的一个病毒株同样在引起这个儿童脑炎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以目前来讲就是说除了我们台湾之外 也有日本美国香港印尼等等这些国家 有上传这个2.3.7的序列 BA.2.3.7呢 它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事实上呢会照 它的在这个S蛋白上的突变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K971 这个在BA.2跟BA.2.3都没有 它就是BA.2.3.7没有 那这个我们是叫做一个叫N Terminal 事实上这个会影响到它的 可能这个名义逃义功能 那另外在这个ORF1A上 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L631F 但确实 到底这个会造成什么影响 会造成儿童脑炎 老实说不知道 因为全世界都没有研究 那这个就是它的有突变的点位 这么多 你看这个就是S蛋白上的突变 这个是这个RVD 跟这个就是说S2受体结合的地方 突变非常的多 所以呢 这个变种不能就是说小看 那国外有研究说 它的传播能力 其实比BA.2.1高 当然也比BA.2高很多 那我希望说 我们国家可以投入更多人力跟资源 对这个病毒的变种 做更多的研究和监测 那我是文方医院的盘建制医师 谢谢大家